沈老师 我们的会长是赵长聪 要不然咱们的会长 先给咱们说两句 那我就简单说两句吧 我想说的就是 感谢 感谢再感谢 感谢 从地球的另一边 遥远的中国 有一位摄影大咖 申成明 今天为我们带来摄影讲座 感谢我们的副会长 李宝松提议 何宇 同意牵头组织 这个摄影系列活动 感谢我们的校友 还有高校社圈的 其他高校的校友 还有可能有 北美其他清华校友会的校友 今天参加我们的活动 给我们捧场 现在就请 何宇接着主持吧 我现在能听到我的声音 还好 行 那个我们今天请来的是 我们这个课是这样 就是 我的cell phone 我们这个事情怎么起源呢 我们是准备想搞一个 咱们校友会的摄影赛 因为现在疫情呢 大家都闷在家里头 确实心情很不好 终于春了 就是多伦多终于春了 花开了 所以各个花都开了 大家只能在家里头 养养花啊 种种菜啊 所以这个用这个摄影 大家也都不断地是在晒自己的花 晒自己的苗 所以我们想用这种摄影的方式 能够增进大家的交流 这也是一种线上的交流吧 大家也不一定 要通过这个摄影赛 真正比出个什么高低上下来 那么这个摄影赛呢 也是想以这个群众形式为主 所以大家也不一定偏要用专业的 这个什么照相机 就是手机也可以 但是呢 大家就说 手机好像我们也不是特别会用 所以咱们就通过清华校友 摄影协会的这个帮助呢 联系到这个Tiger老师 他来给他们讲一堂课 讲一堂这个 从手机到这个小白 到这个怎么能摄影大师的这个水平吧 怎么能够快一点 是吧 这堂课咱们大概呢 是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样子 咱们大家在那个公众号里都看到了 我当时公众号有发的时候呢 跟Tiger老师讲大概是四部分 现在看来他准备的差不多是五部分的样子 讲课时间大约到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所以咱们时间还比较紧 我们提倡的就是提议就是 大家在讲课过程当中不要插话 也不要问问题 有问题随时可以打到那个chat里头 就是那个聊天里边 这样的话 我可以在讲课的过程当中 我把大家的问题都整理一下 到最后咱们集中问 咱们最后有一个集中答疑的这个时间 好吧 Tiger老师呢 他原来是 就是在国内也是很有名了 他像咱们 咱们发的公众号里面说 他原来是IT186软件群组的主编 苹果园网站的总编 一直在不断的在创业 也做这个天使投资 这个普拉修图 这是世界 就是在手机摄影界吧 在不是这不只是中国了 在世界上都是很这个 知名的一个手机专用的一个 后期软件 他是原来是中国区的负责人 他现在在做一些滤 滤镜就是这个修图滤镜方面的这个业务 他是 现在是图艺社 有这么一个团体 图艺社的联合创始 光圈无线摄影品牌的合伙人 中国文化旅游摄影协会的会 特邀的会是 开源图库 有图的总冠军 他还有一本书 手机摄影 从小白到大师 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课呢 相当于是Tiger老师 这本书的一小时 或者到一个半小时的 这种速成班 希望大家呢 能通过这个课 从自己随便拿手机下呼拍 举着脸 脸前这么拍 到你能够弯牙腰去拍 支到三脚架上去拍 能各种各样的 能够多一些角度 多一些创意 来达到手机摄影 更高档次的这种水平 目的 那个Tiger老师 有些作品 在咱们提前发的 那个公众号里 大家都可以 去欣赏 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还会有一些资料 咱们课上课后 大家都可以再 继续的学习 现在在屏幕上的这个呢 是我刚建的一个群组 那么Tiger老师 也是非常好 他就说咱们建一个群 这一个半小时的课完了之后 大家如果还有疑问的话 随时可以在群里面去问他 他也非常热热心 他有一个点评圈 他也会在将来在这个 这个摄影 这个咱们讲座上 也会给咱们介绍 这个这个 他就是很积极的去给 所有人的这些投稿的作品 做点点评啊什么的 我希望咱们的摄影 摄影学习组呢 也可以成为跟Tiger老师 交流的一个渠道 好吧 我就先啰嗦这么多 大家静音有问题 发到chat 也就是聊聊天里头 我会及时的把这些都总结一下 到最后咱们可以随便提问 现在我停止share 我把屏幕交给Tiger 您来 好嘞好嘞 感谢 感谢侯老师的介绍啊 大家现在能看到我吗 能看到 就是有点黑 像赵商松说的 你可能缺个光 对家庭 家里的条件 那个有限啊 我现在手里拿的那两本书呢 就是这个 北京大学出版社 我们 就是由我主编出了 就是叫做手机摄影 从小白到大师的这个系列书 我们以前 已经出了两本了 目前我在 和合作者创作第三本 第三本我们就开始讲 这个手机的视频 视频的创作了 那么这个呢 其实是由国内 好几位大咖一块联合来撰写的 那么今天的讲座当中呢 我也会引用到他们的一些经验 好 我们就长话短说 现在呢 我们来 开始我们今天的讲座 侯老师 那个现在共享屏幕 这个 呃 我点了点不动 是这个是怎么回事 是是没有权限吗 呃 长松那个 是不是还要给他 厚似的那个权权限才可以啊 好像我这儿都卡着不动了啊 都不动了 你那个共享屏幕 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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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看了 好嘞 嗯 现在能看到你的屏幕了 好的 大家稍等 我把这个PVT启动一下 嗯 好的 大家现在呃 屏幕正常吗 就是如果正常的话 我就开始 可以没问题 嗯 好的 好的 各位青凡大学的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呃 我叫 参成明 呃 英文名字 Tiger 大家可以叫我老虎 那么今天呢 我为大家 呃 线上一个60分钟的 小特辑 呃 因为我听说 大家最近 呃 由于疫情 限制 那么很多人在家里面 没有出去远行 呃 那么大家也比较苦闷 我知道在 加拿大很多这个 这个朋友们都是住的豪宅啊 都是有院子的啊 肯定种了很多花花草草 啊 我的岳父岳母 他们也在 现在也在加拿大的多伦波 他们在院子里面 种了好多的菜啊 啊 还有就是 我姐和姐夫也在那边 他们甚至买了一百亩地 在那边有一个 有一片森林啊 那么我也经常看到 他们拍的一些这个 呃 植物啊 作物啊 花卉啊 偶尔也发给我 呃 当然了 这个老年人 他的这个摄影水平 是没法比的啊 呃 我也暂时 这个 帮不上太多忙啊 呃 这回呢 正好借这个机会呢 我也把我的知识 进行了一下梳理 呃 也许 未来 有机会 我能到加拿大 也能给他们上一课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 PPT呢 我大概会讲五个部分 呃 我们会从 以下五个内容呃 循序渐进的来学习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说呃 我们现在许多人都拿起手机来拍照片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手机去拍照呢 他和我们的单凡有什么样的优劣呢 啊 这个是我们先从理论上来对手机摄影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接着第二部分呢呃 就是拍出我们的第一张照片 许多人对拍照啊 呃 觉得很简单 就按一下快门嘛 非常非常简单 可能呃 不需要几秒钟就学会了啊 但是呢 要想拍出呃 合格的一张照片 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啊 在第二节当中 我会给大家打开 第三部分呢 当你学会了拍照之后呢 我们还应该建立一个 正常的审美观 就是一张好照片 究竟是什么样啊 因为你只有知道什么是好照片 你才能呃 更好的去拍摄它 那么第四部分呢 就针对我们大家呃 植物花卉啊 这种特别的主题 正好呢 我们前段时间呃 打卡圈呃 也一直在征集这类的作品 几乎到现在吧 每天的还有呃 花卉作品植物的这种作品 呃 不断的投上来 那么呢 我这边呢 也梳理整理了一些 就是我们的网友拍的照片 这个就是真真正正 由我们呃 就是普通人去拍摄的作品啊 所以大家呢 呃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照 他不是说某个什么大师啊 大神拍的 那个大家你看了之后 哎呀 玄乎气神 我我我我拍不了 拍不了啊 那这些呢 其实都是来自我们的呃 真实的网友去拍摄的啊 最后一部分呢 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呃 摄影的后期这部分 也就是说 当一张作品拍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对他进行一些修饰 那么在这里呢 之前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了叫做 拖拉修图这样一款软件啊 如果说呃 您现在方便的话 也请就是 及时的下载一下这款软件啊 因为我们到后面讲 讲到那个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要 打开那个软件的界面 呃 这个我们会去操作 会去看一看啊 大概就是这五分 那这次呢 讲座呢 我觉得我们 为了突出这个实用性 我们中间有一些小的地方呢 可能会有一些交互 到时候呢 需要大家拿出手机来 呃进行一下实际的操作 啊 我这边呢 也是看看大家 有没有呃 是不是在操作上 遇到什么问题 啊 我们来 呃 让我们真正的讲的这个课呀 能够落地 而不是说听完之后 大家一抓瞎 呃 什么都不知道啊 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啊 至少我们在一些基础的操作上 我们留下一些印记 好 这是我这次课程的安排 首先第一讲呢 还是来看一看手机跟单反的差异 我相信在我们的朋友当中呢 呃 很多都是摄影爱好者 他们都购买过专业的设备啊 就类似图上面右侧的这个大的单反 那么单反跟手机比起来呢 呃 现在呢 大概应该是有五点差异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体积和重量的一个差异啊 接下来呢 包括它的取景方式啊 也很不一样 比方说 呃 那个手机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通过电子屏幕来取景啊 而我们的这个单反相机呢 它是通过光学取景器 当然现在呢 微单呀 这些产品呢 它也有了这个电子取景器 但是 你如果比较过这个差别的话 你会发现啊 这个光学取景器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它非常明亮 它看到就真是自然的情况 但是它有个最大缺点什么呢 就是说 当我网上面加一些特效 甚至有一些 加减曝光 那么我用光学取景器看到的 它还是原样不动的 啊 它没法看到实时的效果 啊 但是现在的微单呀 包括混合的这个 光电一体的这种取景器 已经 已经出现了啊 那么这个短板其实已经 没有了 那么在拍摄流程上 我觉得也是一个最大的差异 就是什么呢 就是手机 它是一个集拍摄 后期分享 啊 多合一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而单反啊 这种甚至微单这样的设备 基本上 它就是为了拍 它更多的在前期啊 因为后期的话 它要借助什么呢 软件我要把它导到电脑里 或者是我把它传到什么一个地方 再再修 修完之后呢 我再去传 所以它的过程非常的漫长 啊 所以就是现在我们经常 那个大家出去旅游 啊 比方说大家经常到了一个打卡地 哎呀 大家就想了 我要在这留下我的地标嘛 啊 马上一拍完 手机拍完 留下打卡地的这个地标 简单一修图 就发到朋友圈去了 但是你如果用相机的话 这个这个事就就办起来就困难 啊 呃 你相机 相机拍完 它 它 它只能存储啊 它修图 相机上没法没法修 它有几个滤镜 就就很简单啊 除非你拍的很好了 啊 呃 他发朋友圈也没法发 啊 他没他没这系统 啊 所以就说 呃 以前很多时候啊 我拿着大相机的人 他他他非常痛苦啊 他晚上他得回到宾馆之后 他接上电脑 再把这个卡 接上一点点倒着倒着熬着夜 把这个图修完 修完这时候 你在发图的时候 那都 那都半夜了啊 你朋友圈的地标也没了 就是 他非常遗憾 他没有不具备这种实时性 并且他让旅游变得很累啊 这是我这几年 旅游越来越多的用手机的一个原因 像有一年我记得去爬一个山 中间爬的累的跟狗似的 中间我都几乎我都想把那个 把那个相机给他扔了 你知道吧 那那爬的那个台阶真是 喘的真是不行了啊 所以其实到最后啊 你会发现啊 人如果真的喜欢旅游 未来的话 带上一部手机很轻松的去旅游 真正的享受旅游的乐趣啊 那手机真是太便捷了啊 那么在硬件上 他们也有很多的差别啊 尤其是在这个感光元器件上面 那么单反现在还是毫无疑问 是最优秀的啊 因为它的那个画质是最佳的 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机啊 说起来最高的都已经达到了1亿像素了 像我们现在这个国际上最知名的叫 DX Mark的这个评选当中 我们现在小米11 刚出的小米11 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最高分啊 排行前十的这个手机当中 其中七个都是中国 七个都是中国 中国在在手机方面创新非常厉害啊 包括手机摄影的这个迭代 几乎以一年一代的速度在发展 而我们相机呢 好几年才一代啊 并且基本上那个 很多年它也不过时 基本上那像我们称这个 索尼啊 称这个尼康佳能这种老品牌啊 尤其是尼康佳能 我们都称它为什么 叫挤牙膏啊 好几年出一个版本 就升级了那么点小玩意儿 所以呢 让人又气又恨 你说买还是不买吧 好几万对吧 你像我现在用的这个主力的相机 叫无敌兔啊 熟悉相机的应该知道 那个息息都已经十几年了啊 哎呀那个 但是我我现在依然在用啊 但是它只有2000万像素 你说小米的5000万像素 甚至更高的达到1亿像素的相机 这个手机 跟我的2000万像素比起来 谁更清楚呢 肯定是我的大法 所以就说大家也不要迷恋这个像素啊 其实本身的那个 CMOS原器件的大小 那么也决定了它的品质的优劣 但是我相信啊 随着科技的这个发展 未来手机一定是能够 达到一个超越单反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时期的 所以呢就说手机比起单反来说 它最大的优势啊 我觉得就是总结下有三点 第一个呢首先就是便携带来的专注啊 首先它非常舒适 没有那么疲惫啊 它让摄影真正变成一种乐趣 它单手就能操作啊 单手就能操作啊 同时呢呃 现在我们的手机啊 它上面都有多个镜头啊 其实从最早的单镜头啊 你像先起这个摄影热炒的像苹果手机 2007年就开始出的第一代啊 那么最早是单镜头 那么往后双镜头啊 现在三镜头四镜头 对不对 甚至五镜头的都出来了啊 并且呢呃在手机上面呢 我们也可以加装配件啊 我们可以再加装其他的镜头 比方说微距镜头 广角镜头 宇远镜头啊 这些都是可以 很方便的加装的啊 另外呢 它就是灵活度上面 比方说它的拍摄角度 我可以把手机放在地上啊 倾斜在一个角度 靠在一个角落里啊 这些都是可以操作的 而相机它是不具备这些啊 呃同时呢 呃尤其是喜欢接拍的朋友 一定会知道 我们在跟在去接拍的时候 往往会遇到就是这个 我们要跟那个拍摄者 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那么手机呢 它会带来很大的一个便捷性 那么在占元领域呢 像RAG式的支持 在现在的很多手机上 都已经成为标配了啊 这个呢 是为这个照片提供了 后期的更强力的一个 一个基础 同时呢 在AI这个领域啊 比方说物体识别 有华为手机的朋友们 应该知道 当你对着这个 蓝天白云拍的时候 它马上就进入这个 它就能识别出来啊 天白云 它让这个天更蓝 能让这个云呢 更白啊 当你拍宠物的时候 它就能识别出来啊 这现在是这个动物模式啊 植物模式 它会有很多模式 自动就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它 它直接就认出了 这个画面当中的 这个物体是什么东西啊 所以这个就是AI的一个 非常有利的 你像我们前段时间 一直这个 也在也在 这个津津乐道的 就是拍月亮啊 因为那个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要拍月亮的话 需要一个专业的长焦镜头 才能拍的啊 并且还得需要这个超长焦 才能拍到月球上面的 这个环兴山 但是华为手机的朋友们 就厉害了 拿出手机 对着月亮 咔咔就 你看一放大 环兴山 这个 历历在目啊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后来发现啊 其实都是运算出来的啊 它不是真正的拍出来的 它是脑补啊 它是机器把它给算的 这也是AI的一个产物吧 所以它在这个专业度 包括可玩性上面 有非常多有意思的东西 这个呢 也是手机的一个魅力啊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艺术界啊 也对这个手机摄影 也逐步很认可了 你比方说这个手机界的 手机摄影界的奥斯卡 叫IPPA啊 其实就是苹果摄影手机大赛 这个是在苹果手机诞生的 支出第一年 从2007年就开始了啊 到现在已经也是十几年了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作品啊 就是由这个手机摄影大赛啊 这是2019年的作品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无论是光影啊 还是这个效果啊 你像这个 这是全景啊 因为这个全景也算是手机的一个特色 无论色彩啊 包括构图啊 包括这种美感啊 我们大家看到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这是2002年的作品 今天因为是花卉嘛 专门还挑了一下 这有两张是花卉的 其实大家看你说 这两张获奖 获全球这种大奖的作品 你是不是从后院就能拍出来 其实非常简单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特别 这也是2020年的几个作品 包括这个动态的捕捉 包括这个 镜物啊 包括这个晒被子的 晒被子的是获得这个特别奖 那么在这几年啊 尤其是中国的选手获奖特别多啊 你像这个去年达到创纪录 20个人 20个中国人获得几个 一共才没几 一万多就被中国人给打斗 所以这个呢 也看出这个摄影 这个手机摄影 在这个摄影界的一个艺术的一个认感 说了那么多呢 我们这个手机啊 还是用来拍照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会给大家讲一讲 一个拍照的一个正常的流程 以及我们拍摄的时候 有哪些简单的设置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能会需要大家进行一些小小交互 可能有一些呢 小技巧 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大家就一笔待过就可以了 首先呢 那我们说一说 拍一张照片要经历什么流程 以前大家都会 有个开玩笑叫 把大象放到冰箱里 分几个步骤 我们也来看看 拍一张好照片需要什么 第一 把镜头擦干净 其实好多话 大家觉得都是废话 怎么这种还要说出来 其实啊 这些东西啊 尤其是废话 可能是大家往往 最忽略的东西 第一 把镜头擦干你 因为手机啊 它跟别的那个不一样 它不像那个单反 单反的 它镜头是保护很好的 它有镜头盖 对不对 同时呢 有些人还在上面加了UV镜 为了保护这个很明贵的镜头 镜头有的都好几万一个 他一定要加个UV镜 但是呢 我们手机是不一样的 手机经常拿在手里 大家每个人 你现在把你的手机 把它翻过来 你看看你手机镜头 有没有指纹 有没有汉字 有没有水字 这些东西油渍 这些东西基本上是很容易在这个镜头上出现的 白天啊 基本上你有时候看不出来啊 尤其是这个镜头 因为它本身有透光比较好啊 白天看不出来 尤其是在晚上啊 你对着灯 你一看那个灯上面呲呲啦 那个那个那个发射状的那个那个那个光线 那就是脏东西 你知道吗 镜头没擦干净 所以呢 第一个把镜头擦干净 第二个确认电量 这好像又是废话啊 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当你决定出远门哎去拍你要是在家里那没事 我大不了我我我我没电了 我赶紧跑到屋里去接上电源充一下啊 但是如果说你出去旅行的话 那一定要保证手机电源的这个电量充足 同时呢 一定要被充电宝啊 第三个呢 是确认存储空间啊 存储空间 呃 现在的这个手机啊 其实容量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呢 呃 各种APP啊 它的容量也比较大 再加上那个 呃 再加上 平时拍照片 大家可能也没有删的习惯 有时候一拍啊 拍上影了几百张就出去了 所以这个空间啊 其实还是非常宝贵的啊 经常你怎么着 这边正有一个精心动物的场景出来 你拍拍 咔嚓 这个容量满了 哎呦 这时候把你急死 你这时候你一张张再去挑着衫 来得及吗 来不及啊 这时候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小技巧 这时候怎么办 有两个方法能迅速获得大容量的容量啊 第一个就是什么东西占了大容量 比方说 微信的那个换存啊 把换存清一下 可能几个季就出来 这是第一种啊 第二什么呢 应急啊 要快啊 把APP 平时不用的APP马上删掉 这是最快的一个方案啊 比方说你有时候玩的那个游戏 有的游戏几百兆上季的都有 或者什么 因为这种东西你删了再重新装 是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损失的 就删删没有损失的东西 有些APP啊 什么锻炼身体什么 我会说再给它装过来就行 这个这个没事啊 马上把这东西啪啪一删 删完之后 你空前有了 马上就进入这个这个再去拍就行 第四个呢 就是打开九宫阁 第五个是确认拍摄主题 就是我要拍什么 确定好 第六把手机端稳了 哎 因为手机啊 它的这个快门速度 其实因为它算是一个自动的啊 自动的这样一个一个一个配置啊 当然了又更专业点的手机 它里面是是有可以设置的啊 设置高速的 但是默认状态下 我们都是这个自动的 自动状态 其实它呃 手机的快门 比起相机来说 它要差很多嘛 呃 它要慢很多 呃 所以呢 就说 它面对延时 甚至是晚上在拍夜景的话 那么会导致这个画面虚啊 所以要把手机端稳 刚才说了半天呢 就是这个六个步骤 六个步骤 其中有一个步骤呢 就是打开九宫阁 这个呢 其实是为什么说这么重要呢 啊 因为我们拍摄一张照片呀 横平竖直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就是作为审美来说 无论您拍建筑 还是拍这个人们 还是拍其他的东西啊 尤其是带有海啊 带有地平线的 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保持画面的这个横平竖直 对这个作品的审美 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啊 所以呢 我们希望大家呢 把这个九宫阁啊 这个作为一个习惯 要常开常开 默认状态下 九宫阁是没有打开的啊 没有没有打开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呃 请大家呢 把手机打开啊 把手机拿出来 拿出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九宫阁是怎么来打开的啊 如果已经知道的朋友 那么就这步就忽略啊 我呢呃 之前也看到过 大家一个调查 就是苹果手机 差不多有一半吧 啊 然后安卓手机一半 我们就结合着 呃 iPhone11啊 因为我现在用的iPhone11 以及这个 安卓的华为Mate30啊 这是我爱人用的一部手机啊 这两部手机 我是有的啊 那么这个 结合它上面的这个设置啊 我都结了一下图 大家来看一下 非常简单啊 我们先说苹果 苹果呢 首先进到那个设置里面 在进到设置里面呢 你往下滑滑滑 会找到相机这个设置的 这个相机的那个设置 不要进任何什么什么通用什么 不要不要进那个 你就在就在那个通用 就在那个设置里头 就往下滑 会找到手机 呃 这个相机 进到相机里头之后呢 你会看到在相机上面 有一个构图 构图上有一个网格 哎 这叫网格 它不叫九宫格啊 这叫网格 你把这边啊 默认状态下来是关的 你把这边这个小划块点一下 它变成绿色 这个就成功了 哎 这时候你在返回你的相机的时候 你会看到上面有这样的格子 有这样的格子 这个就是说明你打开成功了 嗯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安卓的啊 安卓的 安卓的 它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啊 它呢 是要进到相机里 哎 它是进到相机里 在相机的右上角啊 有个齿轮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就是相机的设置 相机的设置 你点开之后呢 它就进入了相机设置了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黑色屏的 这个这个地方 在这儿呢 它有通用 通用这部分呢 就是什么呢 它叫参考线 它不叫网格 它叫参考线啊 你把这个参考线打开 哎 这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哎 看左边这个 这个图上 它就有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警号啊 就就就就就 九宫格就出来了 它除了参考线 还有一个比较有名叫 水平仪 哎 水平仪 能打开也可以打开 这个水平仪 你看 它在这个中间部位 出现一个 就像飞机起飞的 那个东西是吧 它其实呢 呃 能告诉你这个 水平啊 告诉你这个这个 水平位的啊 这样的一个东西 也是对这个摄影拍摄的 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参考 所以呢 这是 苹果 以及安卓的 这个设备上的 设置九宫格的方法 啊 那么现在呢 我想啊 就是问一下大家 就是 是不是找到这些东西 找到这些设置的位置了啊 如果找到的话 大家可以 呃 可以打一下数字一啊 让我知道一下 啊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设置啊 大家可以找一找 可能不同的手机 它在不同的位置 那么我们接下来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就往前赶一赶啊 好 刚才说了几个步骤之后呢 当你把取景记 变向你的拍摄对象的时候 接下来还有几个小问题 我们来解决一下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们是横着拍 还是竖着拍 这个问题 可能对许多人来说 觉得无所谓啊 管它横着 管是竖着 就就拍就行了呗 拍进来就行了 嘿嘿 其实还真没那么简单啊 那横着拍跟竖着拍啊 它是有不一样的 在构图上 它是有不一样的审美取向 首先啊 竖着拍 在什么情况下竖着拍 竖着拍一般是表现建立 表现建立 表现山 表现瀑布 表现树 这种纵向生长 这样 纵向纹路 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拍摄内容 它能够表现出这个 山式的威额 瀑布的这种雄伟啊 这种 它能带来这种 这种气势 而横的 而横图呢 横图它一般是拍摄 比方大海 草原啊 就表现这个 群山 云雾缭绕啊 这种 这叫 宽广的这个画面啊 并且表现很雄浑的气势 我们用横平啊 那么至于 其他的 比方说人像 我拍一个花 这个花也没什么山 但是比方这个花有花镜 哎 它有很细的一根花镜 比方说这个 荷花 它长上 向上生长到一个花镜 那我们就肯定用树瓶比较好了 对不对 啊 如果说比较小的这种小花 那我们可能用横平来展示 可能比较好 这个横树呢 我们根据 它这个 拍摄内容里面的 主题是什么 啊 同时呢 看它存不存在 这种刻意的引导线 我们来决定它 用横的还是树的 当然呢 您要是觉得不放心呀 横的树的各来一张 哎 各来一张 这样最保险 嗯 拍摄呢 刚才也提到了 我们有九宫阁 九宫阁呢 我们要保证 横平树直啊 横平树直 呃 什么意思呢 我们打开这个线呀 它出来这条线 这个线可不是让你 打开就就完事了 它让你盯着你看 比方说我们在这个 拍摄的过程中 它有这个海 有海平面 或者远远的一条地平线 哎 或者是我要拍的这个 这个背后啊 它有条马路 哎 这个马路 我要保证它直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线 来规划一下 看看这个值 到底值不值 这个 这个参考线 就是干这个的 同时呢 呃 大家会看到啊 在这个九宫阁上啊 它有几个点 像现在看到 ABCD三个点 有十字相交的线 这个啊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我们专门 标了几个小圈 这个是干嘛 这个呢 其实呢 呃 它的原理其实是 黄金分割点啊 其实我们黄金分割 它在美学上面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也就是说 当你把拍摄物体的主体放到了这个黄金分割点上 这张画 这张这个画面啊 就看上去就很美 就会很美 啊 所以比方说啊 在这张图上 我们想想把这个主体比方说这棵树啊 我们在这看到有棵树啊 主体这棵树 那我们想让这个主体变得很美很漂亮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A或者C 在这个位置上 当然你要想往左移的话 那么放到B或者D这个点上也是没问题的啊 这样拍出来的一定会比你随便放在其他位置上会好看啊 这个大家可以回去自己测试一下啊 这个是有这个因为人的视觉啊 它是有神秘惯性的啊 接下来呢 我们说了要拍摄的话 一定要突出拍摄主体啊 我们在这呢 举了三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拍家人啊 这个就很普通的一个照片啊 就是在我们经常玩的这个双盖 比方这边站一个美女啊 我们一个家人在这 那么正常呢 我们第一张 我们一般都会第一张拍成第一张这个样 一个人就在那站着戳在那 这个呢 就是普通构图 这样构图呢 大家会看到就是啊 就那样嘛 我好像我昨天拍也是这样的 那么你要想让你这个拍摄的 更吸引人一些 我们进阶拍 怎么拍呢 人走近点 往前走两步 走两步 走两步拍什么呢 把这个画面啊 往前再走 把这个人的主体拍出来 把人的主体拍 这时候你看到啊 画面就比刚才要优美很多了 背景的树啊 也有一点点虚化的味道 人的面部呢 表情啊 看着也比较自然啊 也很清晰啊 那么人还可以做点什么手势 对不对 那么这是进阶的玩法 那么在高阶的玩法呢 再往前走点 你这时候呢 你的手啊 就可以把这个相机啊 掏到你那个 双杠那个 一个杠里头去了 你这时候你就看到什么 哎 这时候这个画面啊 很简洁 很简洁 并且呢 你越往前移啊 这个背景虚化 都会越大 采用人像拍摄模式啊 就是背景 他深色的背景 那么就把这个人啊 突出的更多了 就是人呢 还可以 哎 脸的稍微侧一点 哎 模特再稍微加点动作 哎 再加点表情 哎 手势再漂亮一点 好 OK 卡 这时候就高阶拍摄啊 这时候你看到这个 这张照片就有点 是不是 就有点这个艺术气息啊 所以呢 大家在拍摄照片的时候呢 我们先来看看 自己现在处于什么层次 哎呀 我还在第一层 好 我们再往第二层次走走 再往第三个层次走 对 那么就是说 让我们的拍摄主体啊 更突出一些 更突出一些啊 那么这个是 我们接下来 包括拍花 甚至我们平时拍人 要注意的 接下来呢 就是 当你把这个拍摄物体 往前去对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 注意第二个 手机上的一个 常规设置了 什么设置呢 就是选择对焦点 对焦点 什么意思呢 因为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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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啊 包括相机啊 它是一个光学人员 当他 要拍摄一个物体的时候 他是可以选择 我以哪个物体 为主的 有的 这个同学可能说 我打手机就那么一拍吗 看了前后都挺 都挺清楚的 但是你把它选到人像模式了 你会发现 是不是不一样 其实它是能够分辨出来前后顺序 大家可以举一个简单例子 每个人桌上 很多零零碎的东西啊 我桌子特别乱 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还一堆电池 咱们可以这么玩个游戏 你把手里的这个东西啊 你按前后顺序摆几个东西 它有前后顺序 你摆上几个东西 这时候你掏出手机来 掏出手机来 掏出手机之后呢 你对着这个东西啊 我们可以先把手机啊 你把手机离得很近 就在他前面 你先呢 对着最前面这个东西 你手机点一下 你在手机屏上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呢 它会出现一个小框啊 会出现一个小框 我就先以苹果都为了 其实安卓什么都类似啊 我们先看这张图 第一张图 以沙漏 这里面呢 这是我拍的啊 沙漏后面还有这个 这个口香糖盒啊 我们以沙漏作为这个拍摄主体 你点一下之后呢 沙漏就变得非常清晰了 非常清晰了 这时候你看后面这个 后面这个景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口香糖盒啊 它就变得虚了 变得虚了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叫什么呀 虚化 叫景深 因为它在 它会这个 这个这个手机在拍摄的时候 它会计算出来 这个物体的前后顺序 从而产生了一个景深 前面清晰的 它会让它非常清楚 后面呢 叫模糊 那么我们经常拍摄人像 尤其那种 特别贵的那种 长焦镜头的那个时候 看到背景虚化 尤其那种德味啊 奶油开化啊 说的非常玄乎这种词啊 其实它就是 就是一个景深效果 由于这个虚化之后 它会带来一种什么 什么的 特别效果 就是它把烂七八糟的 这种杂乱的东西啊 就模糊了 一模糊之后呢 你前面是不是就显得更清晰 更完整 这个就是我们虚化 就人像模式当中 用它这种模式 为什么就拍出这个人就好看呢 因为它把人之外的东西虚化 这个东西呢 我们手动的都可以调 就是你觉得你想要哪个清楚 你就把它点一下就清楚 你比方说在第二个 在这张图 在这张图当中呢 我们以这个口香糖 和作为这个拍摄主体 你点一下 你会发现前面就虚 这种情况 我们也经常遇到的 我们也经常遇到的 这个叫什么 前面我们增加了一个前景 而前景虚化了 也是凸出后面的这个图体 所以呢 大家呢 可以掏出自己的手机 现在来试一试 至少 你知道原来 除了按快门 我在屏幕上点一下 原来也可以选择不同的物体的 这个是大家要 要有的一个常识 接下来啊 我们再进一步 刚才在点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这个 同学会注意到一个悉心的 悉心同学会注意到一个东西啊 当你点一下之后 旁边会出现一个小太阳 出现一个小太阳 这是干嘛的 你可以做个测试啊 当出现那个小太阳的时候啊 你手按住 按住 别松 这时候你的手上下移动 上下移动 哎 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当你往上走的时候 这个屏幕越来越亮 越来越亮 是不是 哎 最终都能变成一片死 啊 都能变成白白的一片 往下往下走 哎 越来越暗 越来越暗 其实呢 这是一个叫做调整 曝光度的啊 这样的一个 一个小小的功能 那么在现在的这个相机上 这个手机上 几乎 每一部手机全都是这个基础 这个东西是用在什么地方 就说 尤其是比方说 当现场光线比较暗 现在大家看 这个 太阳的脸比较黑啊 现在谁要是拍太阳的话 这就是 还以为我是从非洲来的 非洲来的兄弟啊 这时候我建议你啊 你就把那个曝光啊 你给我往上来点啊 这时候我就亮了 我就白了 哎 对对对 尤其是在大家拍摄美女的时候啊 这个这个东西很有用啊 很有用啊 当然你在用美白这个软件的 用那些东西的那个再说啊 但是我如果我们正常用原生软件的话 那么基本上 你就得哎 往上加点曝光 加点曝光啊 这个相当于我们在相机当中加曝光的这个 那么有时候也需要暗一点 有时候需要暗点 比方说我们在大中午的时候情况下 这个这个拍 或者是这个光线比较强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需要来 把曝光剪一下啊 接下来呢 就是按下快门了 前面啰哩啰嗦了 那么多步啊 终于我们可以拍了 拍 拍的时候呢 其实呢 呃 我们要注意在快门这个按键上啊 也有点说到 首先第一个呀 快门按键 当你长按的时候 就叫连拍 连拍啊 呃 尤其是拍一些动态 比方说我正在打篮球 呃 那个孩子奔跑过来了啊 那么我就可以长按 他就会 以这个连拍 每秒多少张的这个速度 比方说苹果 他可能就是这个 每秒十张连拍啊 等等等等 还有更快的啊 呃 这个连拍方式 那么能拍到这个 非常精细的这个动态的画面 这时候呢 你会去这里面挑出来一张 动作最优美最好的啊 那么这是连拍的作用 嗯 另外呢 就是呃 恩快门啊 是不是一定得手去那么戳一下 如果 我们自拍 尤其是一个人自拍的话 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我呢 就是这个这个 对着自己 哎呀 我我再 我再用了一只手再去戳 这戳不动啊 这这这这这这不行啊 这时候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 非常巧妙的这种恩快门的方式 一般的情况就是什么 严实拍摄 比方说我们设置上三秒十秒 这个自拍 呃 或者架个三脚架 这都可以啊 像我最近用的比较多的 一般就是那个自拍嘛 我设置上三秒或者十秒之后 哎 然后手对着自己 哎 做个笑脸 就就等着就行了 哎 到时候他从咔咔咔就拍了啊 呃 那么在华为的 类似这种国产的安卓手机上 呃 这个快门的方式啊 非常多 非常有意思啊 他还有很多声控的啊 你看我记着我 我有一次用的比较有意思 就是我去一个寺院拍摄 寺院里啊 你想想都是僧人啊 什么的 你有的地方 他不让拍 或者就是你也怕打扰别人 主要是怕打扰啊 不让拍的地方 咱那儿不会拍啊 呃 咱还是手法手机的这个 这个 公民啊 那个 但是呢 有一些比方说 因为僧人你要竟拿个大将 大相机对着人脸 那人家 吓死了 是吧 啊 表情也不自然 就是呢 为了让自然点 怎么办呢 说实际上声控 声控的 怎么声控的 就是咳嗽一声 咳嗽一声 他可能咔嚓就自动拍了 把那快门声也去掉 我让他就 哎 为了那啥 有时候就拆兜里 把那个兜往那一弄 还是相机已经开了 就走 走 差不多 差不多 看合适的 咳嗽一声 啊 一会儿 咳嗽一声 哎 就咔嚓咔嚓 心里美着呢 啊 这东西用的真好 啊 苹果 暂时还没有这功能 然后呢 为了增加难度呢 其实我们有时候拍啊 还可以 多一些角度 啊 大家先看一下 啊 左边呢 这是我在优胜美帝啊 在美国优胜美帝拍的 当时这个拍什么呢 一个小溪啊 这小溪里面 其实 这水很透明的 里面还有石子啊 啊 我们在那边拍 这个其实拍出了什么效果呢 它是半水 半空中的这个 这个就是半 半在空气中 半在水里的这个效果 它是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其实就是利用的 这个手机里 手机 它可以在水下拍 啊 我就在 我边动着 就边往水里戳 边拍的这样 最后 它就有一张 就拍出来的合成了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啊 然后平时我们还可以用的 就是什么 这个低角度 你看我 这是我昨天在中关村啊 我家在中关村啊 在中关村 那个步行街上面 拍的 就是把手机 就贴着地面 它的地方 有一些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呀 倒气槽啊 什么什么 这些孔洞啊 什么 它还形成一些 比较有趣的这个曲线啊 就贴着地啊 你手机往上一放 你要是单反相机的话 你你得趴着 你你得趴地上才能拍 知道 这不是显示你经验 那是显示你傻 你知道吧 啊 所以现在手机真是方便 第三张大家看到啊 比较简单啊 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 但其实这张拍起来 真是有科技海力 为什么呢 这张是一张超大广角 这个 这个是我在这个 中国优化院拍 当时在中国优化院 看那个展览 展览的时候 那个它中间呀 有一个有个天井 这时候呢 你你发现 对着那个天井的时候 开到最大广角的时候 还是拍不去 还是拍不去 这时候除非什么 最后就想一招什么 我直接把手机 扣在地上拍 把手机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之后呢 让手机的后镜头 对着上头 其实这时候 我也看不着取景器 我也不知道 他拍的什么玩意儿 并且快门 因为我是倒着摁在地上 快门更摁不着 这怎么办 就刚刚刚刚才那招 就是把那个快门 设计成自拍 然后呢 把它放在地上 啪 比方设置个三秒自拍 拍完之后呢 你拿起来看一看 是不是对准了 你看哦 还有点瑕疵 往左一点 往右一点 再重新移动一下 再按地上 再拍 我这个还不错 一次成功 一次成功 所以呢 这个东西 它就很厉害了 就就就就 非常多好玩的东西 包括这个广角 这个这个 拍摄全景 像上面第一张 是我 五月份去云南的时候 在那个大兴机场 这个就只是展示啊 这个没有什么艺术 就那么一张 包括下面 类似这种啊 在你拍全景的时候 这个人可以跑啊 他在那站一会儿 啪啪啪 从后面再跑到这右边来 就这时候 你把拉过来 两个人 其实就是一个 一次拍成功 对此这种玩法 都可以玩 大家还可以拍拍影子呀 拍拍其他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都可以 都可以去拍 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一张好照片啊 都有什么样的标准 第一呢 就是画面清晰 一定要让这个拍摄的主体 一定要清晰 不要虚 第二呢 这是我们的构图啊 一定要独特一些 构图一张独特 不论是框式构图啊 什么什么三分法等等的 后面会简单的讲一点 这张 它是利用了水里的造影 像刚才这种呢 它是利用了这种框式啊 有一个框架 像画中画的感觉 非常幽默 在这儿呢 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常语各种法则啊 当然就是三分法 因为我们九宫格的话 三分法呢 就是把某一部分 变为三分之一 比方说在这张 这张图里面 它是天空占三分 景物占三分之二 如果为了表现天空的云呢 我们就让天空占三分之二 而其他部位占三分之二 就是以三分之一 作为一个卡界 第二呢 就是中央对称 左右两边完全一样 这种也我们经常见 对角线构图 它们这种经典名作啊 其他还有一脑线构图 尤其是我们拍那颗路 前面有个道路 一脑线 后市 基本上就这种构图 还有就是框式构图 各种画框 通过一个窗户拍 通过一个拱门拍啊 这都是优美的这种 框架构图的这种形式 其次呢 就是利益深刻 就是我们拍一个东西啊 我们最好能让它带点意义 让它有点意义 这样更好 接下来就是用用最美的色彩 你说这回我们要拍花 那你肯定得选一些 这个艳丽的花朵 奇特的花朵啊 造型奇特 非常艳丽 花是红的黄的 配着这个绿色的叶子 你要说弄多白花 我这次再来个白背景 那少让人看不出 对不对 包括黑白也可以 你说色彩当中 黑白也是一种 非常高级的色彩 按照好照片的维度呢 我们还可以从难易程度 创新程度 思想维度 美感程度 等等等等这些 这是评委干的事啊 大家可以简单了解一下 尤其这回不是你们 这个大赛还有评委吗 你们可以下来之后呢 这个好好的看一看 这样呢 让你们能够多得 得奖的几率高一些 在这上构图呢 我们也简单的说两句 为什么要去构图啊 弄这些东西 有啥意思呀 开花花放在中间 咔嚓一下不就完了呗 弄什么其他的这些事 为什么要弄图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后图为什么那么重要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左右两张图啊 其中第一张呢 你首先看到什么 前面有一个美女 曼妙的身姿 在海边漫步 这是我们第一眼看到的 第二张 同样还是这个人 还是这个人 还是这个影子 但是呢 她的前面啊 多了一排脚印 这时候你首先看到的是什么呢 这时候你首先第一眼看到 是不是这个大脚丫子 哎 这是我们的视觉第一印象 大脚丫 然后呢 你的眼睛会随着这个大脚丫子 往前 啪啪的往前走 哎 再往前 哦 美女在前 哦 美女的脚丫子好大呀 步伐好大呀 这时候其实呢 你可以看到什么 同样一幅画 它里面多了一样东西 它会引导你的 观赏路线 哎 这个其实就是构图的一个魅力啊 构图的 只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引导线 它让你看一个东西 就有了不同的观赏的路径了 包括在这里面 我们同样也是 刚才提到有条路 对吧 看这个山 那么当没有这个山呢 没有这条路的时候 你的你的你的眼睛 首先看到啊 这个山 但是有了路之后呢 你会 眼睛会随着这个路 慢慢往前延展 啊 就这么一个感觉 对不对 啊 所以这构图 前一幅画呢 它在影响 你观看的这个路径 同时呢 它能确定一个主体 表明你主体的层次 大家看到这把椅子 这一次我的南奈河 那个猫空书店开的 很漂亮的椅子 那么第一章呢 你看 那个椅子 地面 颜色 然后上面还有一些书架 墙上呢 还有一些人写的 那个什么名言 第二章呢 我们简洁一些 往近一点 啊 这个其他的书啊 什么都虚了 啊 墙上名言还有 就是我们看这个 这个椅子 比较主体了 比较比较比较那什么 啊 比它为中心了 那么第三章呢 我们再看一下 只有椅子 哎 这是不是更明朗了 第四章 我只拍了椅子的局 哎 这个艺术性就有了 这这范儿一个比一个不一样 这种感觉其实就是 你 去想表达什么样的内容 啊 你采用什么样的拍摄的 这种主体展示 会带来 非常的这种艺术效果 嗯 刚才我们提到了 这个水平线啊 那么水平线 为什么要端屏呢 我们来看两张照片 第一张 海景 嗯 我们看到这种海景呢 呃 它其实呢 是非常惯常的一种海景 大家看到就是辽阔 很平静 哎 很舒服的这种大海 给人一种很安静 很文美的感觉 第二张 同样一个位置 我把这个镜头弄歪了 弄歪了 这时候你看到你什么感觉 第一眼头晕了 晕船了 这哥们晕船了 啊 还有就是 是不是正在跑啊 正在运动啊 所以呢 同样一张照片 当你把这个水平线弄歪的时候 它给人一种憋气 别扭 眩晕的感觉 就影响了一个人的这种观看心理 啊 所以 其实呢 当我们看张照片的时候 它其实 影响了非常多的 那个 那个 那 它影响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叫 视觉心理学啊 很多这种东西 它会 它会对你造成影响 所以呢 我们要想打动评委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 拍摄的 想要表达的思想 和情绪 跟你画面所真正传达给用户的情绪 一致 比方说 我这张照片 就想表现出速度吧 就想让你表现出紧张了 拿你就歪着拍去吧 啊 这 这才紧张 对不对 再加点脱颖 再加点噪点 哎 这感觉才才够味儿啊 但如果说 你要想表现出唯美的这种效果 温暖啊 这个舒适 那咱就得 横平竖直 哎 咱就得光线 这色调柔美啊 等等 你就把这种东西传达 它必须得一致 啊 你如果是表现这个 你就用了不同的 那就坏事啊 同样我们再看看 在构图当中出现不一样的 这个小的道具 甚至出现一个人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 一张照片 左侧 哎 夕阳夕下 很平静的一个 一个画面啊 就这样 没啥感觉 就是风光唯美吧 啊 风光挺好 挺好 大自然 但是如果多了一个人 一个人 错着 啥感 孤独 孤独 尤其是对于那种单身的 或者有些人想起了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 是不是 当单身狗的岁月 啊 好彩啊 这个人 没啥求事 赶紧跑到海边 这大海人瞎叫 对不对 哎 如果这个画面里 如果变成两个人呢 一男一女在这 是不是又不一样 就变成什么 幸福 温暖 温馨 哎 是吧 如果再变成一 这个两个老人 或者一个老人 牵着一个小孩的手 那是不是感觉又不一样 啊 所以在这个画面当中 同一个场景 由于加入了不同的元素进来 他所表达的内涵和情绪 就会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啊 所以在我们拍摄花的时候 我们也要注意 这里头可不光只有花啊 什么都可以出现的 什么都可以出现的啊 你想让他表达什么东西 那么有可能 你就可以 用你的这种 专业的道具 来去玩一玩啊 接下来 进入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啊 就是100张花卉佳奏的欣赏啊 呃 那么这个呢 由于这个东西比较多呀 我在这不好展示 所以呢 我当就专门做了一篇推文 做一篇推文 啊 那个大家呢 那个手机观看的话 用手机来扫一下 手机 扫一下旁边二维码 你可以看啊 那么在这呢 我也会直接打开这个文章呢 打开这个文章 给大家一块来看 首先呢 这个花卉拍摄 我们 应该怎么拍啊 这里有几个注意事项 快速的过一下 第一个呢 选好拍摄时间 拍摄时间 那么清晨带有露水的植物呢 会比较有特色 然后呢 阳光大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逆光来画景 所以呢 就是早晨 黄昏夜晚 如果你去野外拍的话 拍外景的话 那我们建议 有这么几个 比较好的时段 尤其是早晨 水灵灵的 还有带着露珠的 对不对 当然呢 你要是老法师 弄点 拿个喷壶在旁边 喷一喷 含一口水 扑一下 这也行 接下来呢 我们再往下看 像这个就是逆光拍摄的 逆光拍摄的 展示了这个花上面非常精细的小龙毛 非常漂亮 第二呢 就选好主体 选好主体呢 我们一般啊 这个花啊 他们有那么几种东西 一种呢 就表现单朵花 或者单枝花 是一种形态 另外呢 拍这种群像 就是 像梅花的一束 这一大树 都是这花 还有 那么你在这个选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 选一只漂亮 甚至背景 好看的 比方说 背景有个红墙 那么就显得这个很好 那么一大堆花 我也不可能 全都让它一个 雨露云斩的 那不行 那咱得什么 挑出某一朵特别好看 以它为主 那么就进行就行 像这个也是 有前后景搭配 以它为主 另外呢 除了主体之外 我们还要有陪体 就是陪衬的 再说简单点 弹对象的时候 拉着个电灯炮 旁边电灯炮 电灯炮是干嘛的 显示你的 显示你的高大为武帅 拉电灯炮 大家都知道 不能拉比你帅 不然 只能看谁 所以呢 你看这个话 这几张这张作品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我为了表现前面 这个芦苇花 背景采用了这种粉色的 颜色跟它有区分 颜色区分 但是这个都是真的贵它 然后呢 就是比方说我们 人也可以作为道具 人可以作为道具 那么 这个 比方说一个人 雕了一朵 这种非常非常美的 拍摄模式 包括这种 不同植物颜色相间的这种样式 还有像这个 下面是有一些花在上面 上面有人在行动 上面也非常漂亮的 一个小吊桥 有人在这 所以在这个顶上呢 可能人是主体 花是培体 那么我们也可以 把这个花的面积 弄多一点 那么把这个人稍微弄虚一点 那么就是花是主体 人是培体 那么这种也是一个不错 也是一种不错的玩法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选好背景 那么在花的拍摄当中呢 我们尽量让这个背景 干净 并且呢 由于这个花的颜色 尤其是这个 比较浅色的话 那么我们一定要用深色的背景 来衬服它 你比方像这朵啊 这朵就是这个玉兰花 那么它就用了这个 非常颜色 非常深的这个 这个蓝色 深蓝色作为这个主角 当然了彩色也可以做 你看这个 很有日系风格的 就很漂亮的这种 这种梅花抱春啊 那么它背景就是这种绿色 绿色虚化 拍这个 拍这油菜花也是啊 油菜花那个 我们也是把周围虚化了 这个背景就非常的 这个舒服啊 就是纯单一的这种色彩 或者是深色带有斑驳的啊 那么对它来说 都有这个 突出主体的效果 第五呢 就是往上添加元素了 比方说天下小动物 我们拍花经常见到的 就是什么蝴蝶啊 蜜蜂啊 像有家里 可能有养的 还有猫 有狗啊 那么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加入进去 最后一个呢 我们在构图上 我们还可以有更多巧思 比方说 呃 在这个 拍水里的啊 拍水里的倒影 不一定是这个 只在那个树上的花呀 不一定是可以长在那的花 那落的花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拍啊 我们拍花瓣行不行啊 啊 你看这个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它是 这个当然它后期也有批的痕迹啊 它是以绿叶作为一个主体 上面 哎 我弄了几只小蚂蚁 哎 蚂蚁还组成一个 还组成一个小队形啊 呃 包括下面你会看到这个 这个花 它的这个花的这个花枝啊 呈现一个非常螺旋式的美感 螺旋式的美感 那么这都是这个 构图里面非常有意思 像这张构图 人的一只手 哎 手加了一朵 这个油菜花 那么 就给人带来一种 很慵懒 也有点富贵的啊 很优美的 这种味道啊 还有就利用影子 我不拍花 哎 我一个人正在赏花的一个影子啊 那么 这个呢 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措施 嗯 接下来呢 我们呃 来欣赏一下更多的一些优秀作品啊 我会在 把每一个作品当中 它可能涉及到的一些关键词啊 一点而过 大家呢 快速浏览一下 脑子里呢 你们呃 第一这么几个东西 第一 他 为什么被会被选为佳作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 你脑子想一下 这花我家里有没有 呵呵 我要去拍的话 哪有这种花啊 说不定 哎 这个这张就是我家里有的那 好好那这张我得记住 哎 我 我也按照这种方法模仿着去试一试 哎 这个是我觉得希望大家去能够去去去去思考 带着思考我们去看东西 而不是看了东西回头一闭上 这东西跟我没关系 啊 好 首先第一套呢 是这个 这个 动态的这个 一套作品 我们刚才说了 好作品的第一要觉是什么 画面清晰 而这个打破了画面清晰 他恰恰是利用了这个手机里面的拖影 以及这个低像素 他拍出了一种油画笔触的感觉 看到没有 就像一个人在画画似的啊 你看像摇花的笔 他在顿笔 哎 描绘的啊 这种他就是非常高阶的一个玩法 这是非常优美的 这什么花我其实都看不出来 也不重要了啊 也不重要了 非常美的啊 啊 这其实是用了我们的一个叫做暗黑的一个滤镜啊 再加上这个这个效果出来的啊 这后面有我的点评 有作者拍摄的这个 这个 大家看到他的更多作品 你看 这是全是用暗背景 你看 这个这个 这个 睡帘啊 你看这个树叶 雨后的树叶 你看这个质感 哎呀 简直太棒了 太棒了 这些全手机拍摄的 手机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这里面的颜色 非常的贵立啊 非常的贵立啊 一半是前期拍摄的 另外一部分就是滤镜 滤镜做出来的效果 我们最近发布了非常多漂亮的滤镜 像这种就赛波朋克的滤镜做出来的 颜色非常的贵立啊 同样这个像草 我们平时在 就一堆草嘛 草能拍出什么效果来 我们看看这草 别人拍的这草 这质感 这光线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经常见的像这种 余美人啊 这种花 可能很多人都会去种啊 基本上大家一拍 就是也能拍出这种效果来啊 就是拍这个花蕊啊 但是在这个里头啊 我们同样又用了什么 暗黑效果 暗黑效果 它呈现出了一种水墨的质感 你发现没有 水墨的质感 加上前景虚化 我自己在做一个漂亮的签名 摆在上面 很有逼格啊 并且这种花呢 你会发现 它 它这个有很长的这个花镜 就是它这个杆啊 你看这种 非常优美的曲线啊 当我从这个底下 从下向上仰拍的 这个情况下 它甩住一条优美的曲线 优美的曲线 但是你一定要不 你一定要还要注意什么 我的主体要是清晰的 主体一定要清晰啊 这个花 花蕾也清晰 你不能全虚啊 全虚了就没法要了 所以我们从不同的维度 从不同的角度 你看到这种 这朵花就像一 就像一个仙子在跳舞一样啊 非常优美的舞姿 很飘逸啊 我们也可以聚焦在它这个中间的花蕊 你看花蕊上面 沾的这个花粉的质感啊 都能够非常清晰的啊 用这种从色彩来表达出来 同样的 同样是这种花 你看 这采用暗雕来拍 暗雕来拍 我们经常还可以见到这种 牡丹 勺药 这种花 这个都是通过这个后期压案 因为正常我们在晚上 肯定是拍不出来这种效果 晚上黑不隆隆 哪能看出这花上这么亮 这花上就像 就像打的灯似的 对不对 其实就是白天拍的 这些片子全是白天拍的 白天拍了之后呢 我们后期把它给做成这样效果 做成这个效果 这你就看到 这这这这这花 多么艳丽 前面有单朵的 现在也有多朵花 群像 再加上这个周围还有影子 这张这张作品呢 我也特别想强调 它的玩法非常有意思 它的手里啊 拿了一个镜子 通过镜子的反光 通过镜子的镜像 来折射出来几朵花 这个这个构图啊 你看有圆形构图啊 我们可以说它是个框架 刚才说到的 同时呢 它也有这个 一个手在上面啊 增加了一个 这个内容的丰富性 同时呢 中间有三朵花 这三朵花呢 也非常的优美 在颜色上 大家会看到啊 手的正常的这种肉色 再加上这个镜子里面的 蓝色 背景色啊 也算是一种深色 再加上花朵的白色 以及花蕊还有点红色 黄色 还有这个叶子的绿色 所以整体配色上 非常的艳丽啊 五彩斑斓的 接下来大家看这从 这个估计你们许多人 家里的花园 都能拍出来这种 首先它有非常明亮的 这种大光笔啊 就是说它亮的地方很亮 暗的地方很很暗 同时呢 这应该是强映花吧 应该不是 具体的具体的 我看啊 所以有没有说明 那么这种花呢 它其实也是利用 前景虚化的这种样子 那么有虚有实 再加上有明有暗 有绿有黄有黑 那么这几种简单的搭配 就能让这组作品 就是脱颖而出 这样作品呢 经常我们也会见到啊 就是在公园列长影上的 这种相对作品 首先它迎着阳光 迎着阳光 那么低角度 几乎是贴着地的 贴着地的啊 一同乱草 一个破旧的这个长椅 但是 这个在一起就有了失忆啊 同样了 也是在同一位置 拍了一座空鹰啊 很朦胧 朦胧美啊 叶子也是啊 现在的手机啊 它有一个 尤其是像华为 它专门有一个超级微距模式 这个模式特别好 它能够把这个 把这个 夜脉的脉络 都能拍得特别清晰啊 就上面的夜脉都拍得清晰 这时候你会看到 这个背景虚化有多么的重要 能够带来非常美的美感 同时呢 有时候你还在上面 可以增加一些文字 增加一些文字 这个文字呢 也能够 第一是对这个画面啊 有一个补充 第二呢 它还起到一个画面的均衡 均衡效果 你看这 增加了文字之后 就很有意思 那么在这同样 大家看到啊 水平先生很值得啊 这时候你弄个歪的 那就不一样了 这人骑车都要摔跤了 就很不舒服了 接下来这组呢 其实室内敬物啊 咱们大家有的人那个 摘了花或者是买了花之后 在家里有很漂亮的花瓶 那么你怎么拍呢 啊 那么这边呢 就有一些示范啊 有些示范 后面还有几组 全是室内的 如果是人 人跟一大树的花怎么拍啊 如果是这个年纪比较小的啊 可以玩耳朵cosplay的 或者穿上自己艳丽的服装的 尤其现在夏天了 JK裙都可以穿出来了啊 超短裙都都亮出来 眉腿亮出来啊 所以呢 这个呢 就可以去公园里 穿上艳丽的服装 我们拍出来很漂亮的 人跟花在一起 的这个照片 同样的 我们除了拍树上的 也可以拍树下的 这个花瓣 落下来的 像梅花的话 我们还可以拍暗调啊 像这组就特别漂亮的暗调啊 它把这个周围的背景 都做成了黑色 做成黑色 同时加入了这个虚化 你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虚化效果 这种梅花也是 这种梅花 它最漂亮的 还有什么呢 就是动感 你看到没 它这个背景当中 这个背景虚化之后呢 它是存在这种动感 就好像周围啊 有这个风在刮 在运动的感觉 这个树枝中的摇曳的感觉 这个虚实结合起来啊 这是这张作品 这个最打动人的地方啊 我们在下面 也会看到非常多的 这种作品啊 这种作品啊 这张作品呢 也是一个室内的啊 也是一个瓶子啊 插了几朵这个睡帘 那么它通过曝光 采用了一个纯黑的背景 你就能让这个 非常的艳丽啊 这张作品也特别提一下 它是地上一个小水坑 小水坑里面 其实落了非常多的这个花瓣 但是通过小水坑里面的 这个倒影 你又能看到在树上的花 所以就说让树上的花 跟地上落的残花融为一体 所以这张片子的这个 这个这个构图啊 非常的有趣 非常的有趣 这儿呢 我们也能看到非常多的 这个模板 各种杂志模板 什么模板 网上一套啊 也就是这个分分钟 这个出大片的感觉 这个模板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找一找 好 基本上那个我们 这些东西呢 就是大家可以 这篇文章回头 你可以接着往下看 接着往下看 里面还有很多 非常多的这种花卉 那么我们可以去找一找 自己是不是有 有些花是 恰恰是家里有的 我们就可以借鉴一下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就接着进行下面 我们刚才说了一些优点 那么我们也说说 反面的这个不好的东西啊 就哪些东西是不好 我们需要去避免 首先常见的 第一就是背景杂乱 你看我们第一张图里面 又是灯又是花 这个烂七八糟 右边这个就脏兮兮的 脏兮兮的 那这种东西 不会给您带来美感 所以这种东西避免 然后还有就是像左侧这种 我全拍的很清楚 全是一堆花 那我看哪一朵 我眼睛都看不过来了 眼睛泡要闪 右边的也是 眼睛泡也要闪 这不是被那个什么东 多看不过来 这是被这个颜色太一样了 颜色太一样了 有个人他就他就想那个把它调到这个浓一点 结果保护度调太高了 然后如果是虚的话也不行 色彩不统一也是 就一些是我们这个花有的时候 这个同一朵花 比方说有阴有阳的 舞的太亮有的太暗 打到人脸上 我们我们叫阴阳脸 但是这个呢 就是光线在墙 情况下这个出来的色调不统一 也是非常难看的 然后呢 环境杂乱也是 比方说像这个 你要拍这个的话你要真想拍的话 那可以比方说 我在背后铺一个这个深色的东西 或者我把前面这个烂书页子 我剪一剪 这都可以的 光线过曝也是一个死穴 过暗的话可以调调 但过曝的话就不好 基本上很多时候就调不过了 这样左侧的问题就是前景有遮挡 遮挡过度 我们经常说呢 就是前景呢 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这个 前景物啊 会让背景更好 但是呢 如果过度的话 那么也会造成这个 这个东西啊 把主体给挡住了 视角不佳以及脏 那么这也是有问题 是一场问题 那么在这呢 我也给大家讲一些小的小窍门 家里你说这个 也没有什么特别干净的地方啊 你让在家里实力开的话 对着白墙 如果说找黑背景 拿个黑的黑衬衫 黑衣服 人在后面张开黑布 在后面挡一挡 就可以 实在不行 电视机 电视机是黑的吧 啊 电视机正常的屏幕是黑的 在电视机那 一个下面人在下面拖着 也行 哎 经过这些东西 那么也可以 大光笔拍摄也可以 具体的你 大家可以看这个 我文字里 白背景 白纸 铺几张报纸 啊 甚至是那个 我把显示器那个 那个 打出一个屏幕来 啊 我让前景上 比方我这个弄几朵花 摆在这个屏幕前头 也能造出这种虚幻的效果 哎 也可以 都是好办法 那么说了半天呢 我们也进入到了 我们的最后一节 最后一节呢 刚才呢 在开课之前呢 我也给大家说过啊 就是我们 给大家推荐 一款软件 我们今天推荐的软件呢 叫做泼辣 这款软件呢 以前啊 叫泼辣修图 但是今年 刚刚改成了叫泼辣 这款软件呢 是在苹果 AP Store 连续获得两年 年度最佳的软件 也是这个网友 这个评价 就专业度最 比较高的一款 除了 Adobe的那个 Photoshop 以前啊 以前 以前大家对泼辣的形容 就是它是手机端的 lightroom 是这样一高的一个美誉啊 那么这款软件 现在呢 就是发展到了 6.0版 当然呢 普通人就说 哎我平时就用美图秀 有什么的啊 当然也可以 美图秀的美颜 这功能是一流的啊 这个泼辣都不如它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 其他的 更多的这种玩法的话 甚至是我们 今天一直后面要说的 这个滤镜的玩法 那么 就是它专用 就是它专用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它长什么样 在这呢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简单先看 它是在展示的在iPad上面 使用扩大修图 操作和演示的一些功能 很短的一个小小片段 看到那些的时候 我相信有些人就开始心动了 其实我们 要解决的一个什么问题呢 许多人很害怕提后期 我拍出来什么样 有什么样吗 其实呢 它就相当于我们出门 我们的女士要化妆一 我为什么要涂一口红啊 我为什么要脸上铺个粉 我就那么素颜出去 行不行啊 其实别说素颜了 现在化妆我看都不行 跟谁聊天 一说话什么的 我必须得开美颜 美颜十级 一两级都不够使用 为什么呢 因为人都希望自己美 同样的 我们也希望自己的照片美 那其实这个后期要干的事呢 就是让你的照片更富有美感 但是经常我们会遇到一个词 有什么 有句话叫做 拍照一分钟修图两种 这个话真不是 真说的不是假话 因为我也有过非常痛苦的经历 知道吧 真的 按快门 真的 你拍张照片啪啪啪就按了 这个东西很快的 但是回头你打开photoshop 你去修图的时候累死 真的成年累月的 你修半天 有时候光抠那一个小东西 抠半天 然后还不一定满意 最后说 没日没夜的 没修两张照片 就干这事 你说 我一次出去 我拍了几百张照片 我现在我的电脑里 有几十万张照片 许多照片是拍完了 我从来都没有再去打开看过 更没时候去修了 都没时间 自己新拍的还没 还来不及 更何况老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其实要干的事 就是 怎么能够快速的把这事给 把这图给修了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提出的一个理论 就是快速修图三板 首先我们要用的软件就是破拉修图 因为破拉修图它是一款 非常便捷又专业的手机软件 那有的同学说了 那我用相机拍的 当然咱们这回是手机大赛是吧 不过有人说我用相机拍 没问题 破拉修图 Mac版 Windows版都有 并且它们见面什么全一样 并且还能够同步滤镜 所以这个是它的优点 这个都没问题 我们说的三板斧是什么东西呢 第一下干什么 第二下干什么 第三下干什么 我们接下来会去简单去阐述 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破拉修图为何物 破拉修图为何物 之前给大家说过 就是希望大家去下载一下 大家可以去自己的 各自的应用商店 苹果就去AP Store 如果其他的 无论是华为什么 各个应用商店都有 因为我在破拉负责了三年 各个应用商店的那些东西 都是我去传的 我天天 又有新版本 美国那边又有新版本 我们一测试没问题 然后就开始往国内各个地方 就开始传这个版本 所以基本上各个地方全都有 你只要在那个应用商那里输 输入破拉两个字 这就出来 就出来 大家就下去 那这款软件呢 就是90%的功能全是免费的 当然这个团队要掐饭 要掐饭 反正要收点钱 收点钱 但是我 我现在也是出来的人嘛 所以我给大家说 不用买啊 不用买啊 东价别听见了 当然我现在也是破拉的股东 这个破拉不差钱啊 现在还有上亿的钱在上面躺 还都花不出去呢 我就不管它了 大家可以下 安全的下 不要买啊 不用 现在先不用买 不用花钱了 那么这款软件呢 它的界面呢 在这呢 我也给大家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展示 它其实非常简单 从早到用 大家俩开换呢 就是第一个就是风格 就是我们常说的滤镜 点开了就是能套滤镜 第二个重构 重构是干嘛的呢 重构就是为了让你那个什么的 就是这个剪裁的 就是剪裁的 第三是调整 调整什么的 就是调什么曝光啊 什么烂七八糟 就各种参数的 第四个是图层 往上加创意的 第五是人像 全部工具就右边了 这些就全部就这些东西了 其实一说非常简单 一把手就抓过来 我们再深入再看一下 重构啊 比方重构第一个 那就是剪裁 白头是边框啊 可以加边框 可以加减 我这个画幅啊 我想从复边变成横的 我各种比例 就在来这调就行 我们刚才说的调整这一块呢 就中间这一块 点开之后 它又出来一大横着一大流 光效 色彩 HSL 色调 特效 等等等等 每一个上面 它都是一些小滑块 你可以和这个滑块 往左右拉 拉了之后呢 在这个画面上 就会产生变化 这东西 你要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 它每一个全都有解释 并且呢 你左右拉一下 你一看画面上 什么东西变了 你一看就明白 所以这个东西学起来 非常非常简单 最后边呢 是展示的图层的这个东西 图层的是什么呢 就是网上叠加东西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 Photoshop的图层 如果你不知道Photoshop的话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我在这一张画上 相当于烙饼吧 就是你 你 你 你那个饼是你的下饼 我再往饼上 再摊一层鸡蛋 鸡蛋上面 再摊一层韭菜 韭菜上面 再摊一层 沙拉酱 不知道什么吃法 反正就是这东西啊 就是一层一层 可以往上叠 层和层之间 还可以有 透明的关系啊 还可以有 不一样的关系啊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专业的 刚开始不用学 不用学 那么最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啊 也就是我们这个 今天要给大家发福利的 一个什么东西 就叫滤镜 滤镜 滤镜呢 这个东西啊 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 现在其实包括美图秀秀 包括很多各种各样的软件里面 大家都有滤镜 都有滤镜 滤镜 顾名思义是干嘛的东西呢 它就是能让你的照片 快速产生 就变为另外一种风格的一连 一套连续的操作 正常的话啊 比方说我们要 要想把一张白天拍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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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啊 变成像现在这种 这种效果 暗黑效果 我们称之为暗黑效果啊 那你可操作的 没十几步下不来 我首先得加一个暗角吧 曝光的往下调吧 然后呢 本来这个这个植物的叶子是绿色的 我得把绿色又变为红色 在HSL HSL里面要调 要调绿色 绿色拉起来 保护度变化一下 对不对 为了要让这个虚实呢 我可能还甚至要加局部 等等等等 这里面可能做了好多好多步啊 才能才能做出来这么一张图来 那现在方便了 我们直接把这这一大串步骤 十几步都变成了一 一个步骤 大家只需要点一下 点一下这个滤镜 一点 插了一下 这个东西就成了 这个我们在许多软件里就见过 在这个普拉里面 它不叫滤镜 它叫什么 它叫风格 它叫风格 之前也叫滤镜 后来他们的那个 也想玩点个性 这么个性的一个软件 那么就个性一下吧 style style 我们就最后就翻译成了就叫风格 叫风格 这个以前filtr的滤镜嘛 反正现在就变成style 然后这个 我们在这个在这款软件里呢 它默认啊 就有上百款的滤镜 就叫风格 默认就有上百款 但是呢 我现在出来不是单独在做这个图义社 我们其实在干嘛 我们在做更专业的滤镜 在做更专业的滤镜 他们没有人去专门做这个 我们是专门研发 能不能让这个滤镜出来更好的效果 那么说到滤镜呢 那么等会儿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 发滤镜福利了 大家就看看这个滤镜多么好玩了 好 那滤镜的玩法呢 就是要导入滤镜 大家看我这个PPT的最右侧的这张图啊 怎么导入滤镜呢 就是右边 当我们点开这个风格之后呢 它就会出来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之后呢 我们再去点导入风格 导入风格之后呢 它就会出来个小菜单 在菜单上呢 我们就选什么呢 选导入二维码 这边有导入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 批量导入等等 我们最常用的其实就是导入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 这两个什么区别呢 一会儿呢 我会在这个PPT里会展示一个商品的二维码 这时候呢 大家就点扫描二维码就行 这时候拿起你的手机 点扫描二维码 这时候呢 你的手机就开始扫描了 这时候呢 你会看到什么呢 就这个东西 今天我们送给大家两款免费的这个滤镜 左边第一个叫松霜绿 松霜绿啊 它其实是中国传统色当中的一种绿色 中国传统色呀 真是太美了 你知道吗 在现在有两种颜色是国际上公认的 就是最具美感 一个是传统色 中国传统色 第二个呢 是国际上标准色叫攀通色 攀通流行色 那么我们 我们这个呢 其实是来自于中国传统色 在这张上面呢 你看到左图跟右图 它分别就是前图跟后图 什么意思呢 这边左边 是我们原始的这个 就是我拍出来照片的样子 当我用了绿镜之后呢 它变成右边的样子 你会发现什么呢 这个绿色呀 有以前的这种黄绿色 变成了这种颜色的绿了 嘿嘿 现在大家 你这回可就学了一个新词了 这个词叫松霜绿 下次给别的同学 去展示的时候说 你这什么 我这叫松霜绿 是不是 是来自于中国传统色 这时候呢 就像刚才大家说的那个扫描 二维码的方式 大家扫一下这个右下角 这个二维码 扫了之后就会出现 第二个第二个截图 它会出现什么呢 就扫描成功了 扫描成功呢 这时候呢 你因为你默认会打开一张图 默认人打开的这张图 他就直接给你套上这个绿镜 你看我刚才我套的这张图 就是那个刚才那个草丛里 这张图 这时候你会看到右侧 它就已经变了 这个草的颜色 又这个鲜绿色 已经变成了这种 比较浅一些的 很有逼格的这样一种绿色 松霜绿 这时候呢 你点一下保存 这个绿镜啊 就保存到了你的这个 自定义的绿镜的 这个列表当中了 也就是说 下次当你想用这个绿镜的时候 你只要点开自定义绿镜 找到松霜绿 一点这张照片 就自动套上了松霜绿 就这么玩 同样的呢 我们今天还给大家 带来了一款 特别优秀的这个 绿镜 叫富士胶片 富士大家都知道 是做胶卷的一个厂商 包括现在富士的相机 它的旁周相机也是 接拍这种 文艺青年 壁入的这种 极品相机啊 它出来的颜色 就非常的漂亮 尤其是它的绿色 跟别的颜色不一样 可以称之为叫做富士绿啊 那个绿色 哎呀 特别的美 特别的美 那么我们就是用 我们的这个绿镜 达到了这种绿色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前后图的效果 本来这种绿 是这种黄绿色 那么经过它的绿镜套了之后 你会发现 对比度增强了 黄更黄 绿的颜色也 也呈现有一种 非常油绿油绿的这种色彩 一种胶片的质感 扑面而来 这就是富士胶 富士胶片 大家呢 就是在这个 用那个手机扫描 扫描这个L维码 还是刚才那种方式 就加上 就加上 刚才说半天呢 我们三板火 到底什么东西呢 三板火 在这就我们快速的过一下 我看时间也 也已经比较紧张了 那么我们第一板火呢 叫修瑕疵 就是当你拍好了一张照片呢 我们先来修整一下里面的瑕疵 这里面瑕疵包括什么呢 第一 歪斜 是不是歪了 我们需要校正一下水平线 如果是建筑的话 它是不是产生机变了 就说那个建筑 本来是一个方 本来是一个直的 结果变成了歪的 那是就需要我们 把它给校正一下 因为镜头存在于积变 但是近大元小群的这种 突出的那种积变 筒撞的时针 类似这种 我们都可以去校正一下 第三呢 清除多佣 那时候这边这个路人在这 突然走过来 伸出了一张手 咔嚓一下给拍进 这时候我得给他踩掉了 类似这样 包括比例 也需要调右 第二板斧呢 就开始套滤镜了 就刚才我说的这个滤镜 滤镜 我们套上之后 一点 上去 套滤镜我们主要遵循两个 第一呢 我们要一定要让我们 这个画面当中的颜色 加强 第二呢 我要让我的这个画面 呈现出一种风格 主要人对风格没概念 其实在这个 在这个 真正的后期当中 是存在很多种色彩风格 比方日系 欧系 黑金 赛博 倾城 等等等等 不明白没问题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滤镜 早都给你弄好了 你不需要知道 一点就出来了 意思上特别牛逼的大神 非常多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风格 我们全都仿佛 所以其实这类似这种东西非常多 大家可以非常简便的去应用 第三板斧是个性化 因为啊 我们套上了一个滤镜之后呢 它虽然好看了 但是呢 它也没有个性 为啥呢 另外一个人 去拍了同样的地方 套上同样的滤镜 根本看不上那谁是谁拍的 所以包括有些人 他可能也会 我想在上面加个模板 我想在上面加个边框 我想在上面加个边框 我想在上面加上日期 今天是24节气 今天比方是夏至了 那我那我那个 我想打上一个字 可以没问题 都加就行了 这个我们可以在后期上通过不断的去加 下雨了 下雪了 夏天我让它下雪 可不可以 加涂层 涂层里面有雪花涂层 没问题 都是可以的 这个第三版就是让你能够呈现个性 其实如果说不是个性的话 第一版第二版就够用了 所以我们以后修图就这么几步 就搞定 那么在这呢 我们除了破辣修图之外呢 我也给大家推荐几款其他的APP 也是我经常常用的 经常常用的 那么这个呢 其实也是基于不同的软件 它因为有不同的侧重点 你比方第一类自拍美颜类的 那美图秀就做得很好 它在全球拥有几亿的这个用户 当然其他的包括轻炎相机 也不错 因为它里面滤镜 尤其是这个女士方面 美白 像我 我有时候也用 这个拍出来自己 大家看我现在脸很黑 我拍出来我自己粉嫩粉嫩的 哎呦 那白里头红的 我都不好意思发 这这这这 太妖艳了 甜甜修图也不错 综合类的呢 破辣修图 第二个呢是snapseed snapseed是Google出的 并且它是完全免费 完全免费 破辣修图还收 还收点小钱 snapseed的人 财大气粗啊 一分钱都不要 但是它有缺点 比方说像有些功能 它没有 比方说HSL 或者没有 一些专业的功能 它没有 并且呢 还有那个界面图层 它也没有 还有就是滤镜 我们的滤镜 它在上面 它不支持 就刚才给大家发的福利 目前只有 破辣修图能用 第三个呢 就是个性化了 个性化比方 我喜欢加紫 黄油相机 是最推荐的 不过景深的话 那focus 这款软件也非常棒 那就是说 我们拍人像 不是要用人像模式吗 你可以看到 除了人之外 其他地方是虚的 那么这是人像模式 但是如果你拍了照片 拍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 不是用人像模式拍的 是不是背景 就没法虚了 不要紧 用focus 他能够把不是 不是用人像模式 拍的这种照片 同样增加出景深来 这个是这个作者 最牛逼的 当时我们破辣修 曾经想把这个人 给收购过来 把这个人给挖过来 这哥们不来 他自己的软件 做得非常好 在ap store上 我估计他 他挣的钱 比我们公司 挣的钱都多 一个人 第三个是分享的 分享排版 叫美片的 这个中老年朋友 应该非常熟悉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看 我们滤镜啊 滤镜都是什么样的东西 能展现出什么颜色来 刚才呢 我们说了 有这个松霜绿啊 松霜绿 大家看 松霜绿只是现在 我们出品的 一个叫绿意十二峰中间的 一款 我们还有好多 别的颜色的绿啊 你看看 现在这绿色 有多少种啊 哇松绿 玉随绿 苹果绿 蟒丛绿 云山绿 芽绿 浪花绿 哇 这些词好优美 没想到这个中国 这个传统文化当中 有这么多有意思的词啊 还有这个叫 咬 咬绢 哇 颜色也好看 名字也好听 真的特别棒啊 那么大家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生产的一个绿镜 绿镜蝉 我们在去年出品 大家看到 这就是我们的 套着绿镜之后 你看到的作品 尤其是我们这回 因为他要用这个植物啊 很多绿色的嘛 你看这些绿色 包括天空有蓝色啊 都适配的 你看他这个绿 树叶的颜色啊 各种草的颜色 这种深沉啊 这种鬼 这种啊 诡异的啊 这种诡异的这种蓝啊 都是能呈现出 非常奇异的效果 像这种也是啊 所以呢 就说 我们拍了一张作品 但是呢 我们能为这个作品 打扮出来 能让他切面玩法 就像你有一个 有个女儿一样 你给他买不同的服装啊 给他买漂亮的裙子 出来之后 他再给他搭配不同的发饰啊 他就能变成各种各样的这种风格 那图一社呢 其实是我去年离开泼辣 这家公司 跟另外一个朋友 合伙一块开创的一个 一个新的小品牌吧 说实话 现在就是一个纯缩坊 现在每天做的事 就是和我们的那个研发人员 就另外我们两个人 就在去寻找有意思的色彩 我们希望什么 我们希望未来大家 能够 特别方便的去用软件啊 就不要在后期上花时间了 你点一下就行 点一下一个件 就能生出漂亮的颜色 像这次这个花卉大赛 我们其实做过好多花卉相关的 就是未经 比方说我们今年做的叫春意十二峰 就是跟花卉相关的 那么去年我们也做过 2020版的这个花卉 和针对不同颜色的花 我们都针对不同颜色都能做 包括紫色的 黄色的粉色的 那不同的花去做的这种颜镜 包括下面我们也会看到 我们针对影视剧啊 针对这个不同的人像啊 广东色彩啊 你像我们针对奥斯卡的这种小丑 这种都是货泽奥斯卡这个摄影大奖 这种作品 王家卫的运营摄影师啊 杜可峰的色调 这个张国荣 就是玩家拍的 这个张国荣的这种名片 里面的色彩 包括像今年去征战奥斯卡的 少年的你 里面又非常多漂亮的色彩 流浪地球 甚至国外的很多科幻片 最后都市 头号玩家 黑客帝国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色彩 非常漂亮 尼尼杀手 攻克机中队 赛波冯克 这种这种风格 我们全都做出来了这种 这种效果 你现在看到的图片 全都是我们套滤镜出来的效果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并且这些滤镜是什么 一箭实现 我们现在就能就敢这样拍的清楚 不说一箭实现 反正你要想 这对不同的 他可能会稍微做一些简单调 但是大的基调就是一箭实现 这就是我们现在 我称之为 我接下来毕生想去做的一个事情 我想构建一个摄影的数据库 色彩的数据库 能方便所有的人 尤其是我们的小白用户 以及中两年用户 他能够去非常方便的去修图 我希望今天讲的这些东西 大家能够有所收获 基本上我今天讲的内容 就是这些了 时间我看也差不多了 你差不多了 那么现在我把这个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吧 看看大家有什么疑问 想问的 你可以来问我 谢谢 谢谢Tiger 讲了一个半小时 一小时四十分钟 您先喝口水 我这个 没事 听我说说这个 现在在聊天里边 有一 两个问题吧 是大家比较通用的 第一就是前面有一个人问 您说的那两本书 他说那书有卖的吗 哦 有卖的 并且 那个 并且在京东上卖的还挺便宜的 好像都是半价了 那个 对 有 这个我可以给大家到时候发链接吧 发链接 好嘞 其实因为你们在国外 如果说你们在国内的话 我是可以拉北京出版社来给你们赞助的 大家都不用 当然人手一本那是不可能啊 因为这个书卖的还真的挺畅销的 已经卖了 已经再版了好几次了 并且 书印刷特别精美 全是这个硬壳这个 这个精装的书 可以说是国内装针最棒的 因为 我人民邮电出版社是国内出这个摄影书出的最多最全的 我跟他们的人也经常去聊 但他们的装针什么的真的太烂 太烂 而这个真的真的特别棒 特别有质感 因为我这基本上把国内差不多 摄影比较充分的那点书 我对面是一堵墙啊 全是书 包括我窗台上落的那三螺子 全都是我这两天买的 得有几百本摄影书 得花了几万块钱全买书了 那个 从印刷质量和内容上来说 我觉得确实是精度去谈 好 这是书的问题 我晚些我会给大家发那个 精度上连接 保证大家买到的是最便宜的 亚马逊上有卖的吗 国外那个亚马逊上 我查一下吧 应该 我就现场来找一找吧 这个这个我等会找一下吧 这个完了之后 我们会在群里头再 好的好的好的 应该是有 因为因为这个 他名字就叫手机摄影 从小白到大师 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就是您刚才说 送的那两个滤镜 我们都用不了 因为地区的这个问题 哦 我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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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国 对对对 对 是这样的 在那个 这个有 有一个 有两个解决办法 特别简单 一个办法呢 是我们再整理 再找研发人员 再去 再去生成一个 再去生成一个 专门能为国外 国外去用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如果就是大家着急什么的话 就是您在那个 注册那个破拉修图的时候 就是 弄了破拉修图的时候 它是可以选中国去的 你选上中国去就可以了 中国去的服务器就完事了 这个特别简单 因为那个软件 它不需要 它并不需要什么什么 它没有社交功能 它不需要说什么 我非得 弄美国服务器 或者什么 大家不用选 就选中国 中国就行 行 我一会儿下来之后 对 选从中国去 就一下就解决了 然后呢 我会把那个 因为 因为那个什么 因为那个 滤镜的这个 再把它制作成国外版 可能需要点时间 我怕耽误大家 那个什么 我还要跟我们的 那个研发人员 再去碰一遍 这个要 那个扫描输入的时候 它会要 要要输入 要那个 你登录 对 对 注册都是免费的 大家就随便注册就行 用邮箱或者手机号 都可以注册 然后你选中国就行 选中国 它会不会要 有一个中国的电话号码 还要什么 二维码 还要发一个 不会 我觉得就用邮箱就行 大家就用邮箱就行 好 那我一会儿我再试试 等会儿我会再标注一下吧 咱们不是也有一个学习群 是吧 我到时候把那个 把这个几个要点 第一是那个 拖拉的登录 登录注意事项 好 第二我会把那个滤镜的图 包括PPT 再发给大家 重新发一下 我看有的人说扫没扫账啊 什么的 呃 那个 那个 PPT 您不是给我发了一个 那个 对对对 发的那个 file 我一会儿可以是把它 有 二维码的那个 我可以把它放到群里的 好嘞好嘞 我也可以单独把那个图 也可以单独 分享出来 对 这样也更好 嗯 别的公众的问题 没有了 嗯 其他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咱们还有 还有15分钟可以吗 在个儿 没问题 没问题 嗯 其他谁还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 现在可以问 有人说 破辣在苹果上不是免费的 呃 你 他是收费软件 但是你不付费就行了 因为90%功能都能用 你不用掏钱 并且呢 那个啥 我还可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 因为我跟 因为我还是破辣的股东啊 那个 我可以给大家 如果有人想去用的话 你就把你的邮箱 把你注册的那个邮箱 给我啊 或者呃 咱们都用邮箱吧啊 我咱们都捅一下 都用邮箱吧 因为好像手 用手机号注册 还稍微有点麻烦 麻烦 对 我呢 就让他们的人 给咱们每个人呃 开通一个月的免费试用 嗯 可以给大家一个免费 正好 大家不是正好 那个你们大赛是多长时间 那这个还没最后定 我估计也 也等到八月份吧 哦 没事 那你们就先练一练吧 嗯 就说这个开通之后 你们自己就玩玩练练啊 反正我的建议是 这个软件 大家没有必要买 啊 那个免费功能够用了 很有谁要想提问的 嗯 有人问 有一个人问 Oliver棠问 说用安卓手机拍 红色花朵的时候 出来的效果 好像就一团色块 有没有什么 简单的调整方法 嗯 现在的手机啊 他有时候 他过于智能啊 或者说那个 他的那个 呃 一般造成这种情况 是两种情况 一种是过于智能 就是他识别出来花 他会 他会自动把它变得更鲜艳 更鲜艳啊 所以呢 你那个 你那个 尤其是红色黄色 就是一团的那种 特别艳的那种颜色 当你去拍的时候 他他找不着细节 找不着细节了 他变成了一个 色彩溢出的情况 这个呢 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 呃 常见问题之一 那这种情况 针对这种呢 就是什么呢 你把你那个 色彩增强那些 那个设置啊 给他关了 给他关了啊 就别让他用那个 呃 加强 别加强吧 这是第一种 第一种啊 第二种呢 是什么呢 就是你手机本身 本身就可能在 这个照相上面 就是在识别这个色彩上 他是有点硬件方面的问题的 硬件方面的问题的 就是如果拍的时候 我建议啊 我建议啊 呃 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 要保证 这个充足正常的光线啊 因为在过暗 以及过亮的情况下 他那个颜色会 会变得更诡异啊 这是一个啊 第二呢 就是当出现这个红色 变成色块什么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 呃 我们的软件 在饱和度 把饱和度往下调一些 把饱和度 因为颜色嘛 一判断颜色的 除了色相之外 确定颜色是什么颜色之外 那么 确定颜色的深浅 叫饱和度 这个这个词啊 那么在破拉球图 以及其他的软件里面 包括我们苹果本身 默认的那款软件 他默认的相机里面 其实都是有的啊 你把保护度稍微降低一些 降低一些 你看看能不能看到细节啊 我觉得 基本上用这两种方法 呃 是可以改善的啊 嗯 他说他用的是 华为的mate 20 pro mate 20是吧 嗯 行 我觉得还好吧 因为 因为那个 我 我爱人一直在用 那个mate 30 mate 30啊 我不知道这两代之间 差别会会 会 会有那么大吗 呃 因为我用过他的 我比较过啊 我 我是说良心话啊 呃 首先第一啊 华为那个 华为的像素 是比苹果要高的 包括他的那个 放大倍率 呃 包括他的各种各样的功能 比方说他有那个 拍那个流光的 拍那个漫门瀑布的 甚至拍那个超级微距的 这些全是苹果不具备的 就是从 异用性 和那个功能的这种 丰富性上来说 华为 绝对是 远远超过这个 这个 就是我用这个 11跟mate 30比的话 那绝对是秒杀 这个苹果的啊 但是 从最终的画质来说 就是最终的画质来说 呃 其实 苹果还是稍微好一点 就虽然说 他的 像素 没他高 但是 毕竟他的算法 是一个 综合的 加上你的这个 芯片级 他运算出来 这么一个东西啊 他的综合能力其实还是 我个人觉得 我拍出来的 嗯 某些啊 还是比这个华为的 要好一些 所以我 还是要坚定的买买苹果 嗯 这个你可以按我说的 刚才说的方法去试一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呃 那个自动的 那个优化的功能 我记得是有的 你在那个设置里头 你去把它关掉 你试一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那个 呃 如果关的话 然后就是你拍摄的 那个东西 你说你拍着不行 那那个东西 他现场光线是什么样 你可以再回顾一下 是不是有一些恶劣的条件 那么 那么这个光线 对你那个拍摄是有挺大影响 呃 正常的话 我觉得像我们拍 一般是比较什么 像刚才说了 清晨呃 黄昏傍晚 如果白天正午是吗 我们拿个伞挡一下 在阴凉的地方拍出来 也可以 也都是比较好的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好吧 然后咱们不是也有这个群吗 你呢 可以呃 按我说的方法去再去拍 拍出来之后 你把原片发到群里来 或者你加我私信给我也行 我帮你看一下 好吧 好了 还有 就刚才我先插一句 刚才说到的那个 呃 送的那两个滤镜 好多人说在这个 北美地区不能用 嗯 我贴一下我的屏幕 大家看一下 在这儿就是默认我们选中国 对 在这个地方选中国就行了 我一开始选 对对对对是世界 完了我用我的Gmail登登登登录 对 对对对对对 完了我可以做的就是重新 Logout Logout 之后把这儿选成中国 完了还用那个Gmail 还用我同样的Gmail 完了之后就 它是不同的 就是你你比方 我刚才已经用那个注册过了 他说用手机怎么拍运动画面 或者说比如说飞飞鸟啊 什么之类的 明白明白明白 嗯 呃 其实手机来拍运动的 它有两个弱势 有两个特别大的弱势 第一个呀 第一个是手机 它的快门速度不够快 不够快啊 你比方现在我们那个 单反能够达到八千分之一秒 甚至是我们微单 那个连拍的话 每秒钟能达到 三十张以上 二三十张都跟那个稀松啊 所以他捕捉这种动态的东西 是非常容易的啊 这跟他的那个 硬件机构是有关系的啊 跟他的硬件是有关系的 那手机这种东西呢 他就有两个劣势 就第一 他就反应慢一些 就会反应慢啊 就算你用连拍 你看我苹果连拍 也就是 按一下就是十张啊 按一下那个那个那个 大概就是一秒钟 大概十张 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那个 所以其实他 一定没有 就是特别剧烈的运动的话 那 他一定 他一定效果不如 那个专业的更好一些 第二什么呢 就是说 他本身这个焦段 比较比较短 比方说一般像我们这个苹果默认的 像我这个11才 才两倍焦 才两倍焦 再往上就数字变焦 数字变焦没法用 像现在好一点的 华为的有的是三倍 都是五倍 对吧 虽然说起来 120倍 什么什么 100倍 那个因为后面 他还有一个那个数字变焦 数字变焦不能用 所以那个有了变焦之后呢 比方说我想拍一个运动 前面这些人在 在 在 在打篮球 我想聚焦到某一个地方去 他 他的那个拍摄就 你要放大的话 如果放太大的话 他就容易虚 那个东西就拍了 就就没法要 没法要了 并且他那个 延迟会更慢 延迟会更慢 所以其实现在用手机来拍 特别剧烈的运动 我觉得 我觉得不是最合适的 不是最合适的 但是如果一定要拍的话 我觉得要讲究几个东西 第一 一定要用上连拍模式 一定要用连拍模式 第二 一定要用好的光线 就是说我们在正常光线下 对吧 正常光线下 你去弄 他还能拍的快一些 能补卓的还好一些 但是如果说是这个 环境比较阴暗 环境那个什么差一些 那 基本上就 就不行了 就不行了 就是特别剧烈 但是一般的话 比方说我们 跑个步就简单 就那么能跑个步 那没问题 那还是能拍的 还是能拍的 并且呢 基于手机的便捷性 我觉得还能拍出 很多有意思的话 比方就贴着地 你把手机就怼在地上 往那拍 就那个大脚丫子 还有一个大脚丫子张起来 另外一个落地 人很夸张 那种那种镜头拍出来 就很有张力 很有张力 所以我觉得那个手机 手机它的优势 就是我在构图上更便捷 能够有更多奇巧的构图出来 这个是比那个单反更好的 但是它的劣势就是快门速度不够快 捕捉激烈的运动的话 一定不行 一定不行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比方说你要只是卡那么一个点的话 那就是练你的眼力跟手的速度 比方说 咱们在经常在景点里会去玩什么花样 就是我跳起来 就是我跳起来 他手摆个什么姿势 腿往上一撅跳起来 前几天我们在南奈河那边还拍了好多 就是人跳起来之后 一般就正好拍 人正好在空中 最优美的 最舒展的那个画面 我觉得高手就是就能做到 我就能一下就中 我现在就觉得我们拍这种东西都是一下就中 有的就不行了 要不就体前早了 哎呀人还没起来呢 拍了个人还没起来 要不就人落下来了 要不就咧着嘴 要不干嘛 都不行 所以其实这个有时候跟你的训练有关 比方说你的眼睛够 眼睛够毒 然后呢 那个手够快 眼到手到 拍运动 那一定会手到起来 所以我觉得你平时甚至可以多一些训练 就是比方我就让他跳 你就能拍出来 他正好在空中的那个 这个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训练 来往 嗯 我大概就就就就这些 好的 还有谁有什么问题 有人问到哪去找二维码扫 你是指的 见封 你是问的 扫二维码 要那个滤镜还是什么 如果 是滤镜的话 我会发到群里 嗯 那个 拍个老老师讲课的 这个 pdf file 我都会发过去 然后呢 那个滤镜是这样的 那个 给大家提供了几款 其实呢 我们平时 呃 还有好多 包括我们公众号里面 也有好多那个免费的滤镜 并且我们还有好多免费的教程 告诉你一步一步是怎么做出来 最后也有的时候也会放个滤镜 包括泼辣修图那边也会经常放滤镜 所以的话 其实啊 呃 大家 免费的滤镜能能拿到好多呢 能拿到特别多 啊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个 呃 泼辣修图 以及图一社的微信公众号 啊 这个公众号里面呢 我们每天都会去发各种色彩 呃 你像昨天我们就发的是莫兰迪嘛 就是这个 我们刚刚出的莫兰迪第三弹啊 我们做了 超多的这个样图 啊 我相信大家每个人看完之后 啊 就就就就就一定 一定受不了了 一定受不了了 啊 尤其是套上自己的片子 如果回头你去试一下 呃 我相信 真是小白秒变大师啊 你就会能体会到那种 那种心境 你的私心心会一下爆棍 所以真的 这个后期没什么难 没什么难 这个刚才 问那个 用安卓拍花 有点一团红的这个哥们 嗯 啊 你看这是他刚发的 发的那群 明白明白 这个我 我感觉是不是有点曝光过度了 呃 这个其实 呃 应该说是 也算正常吧 就是呃 因为他这个光线 其实你看正好也在这个阴影里 没有不存在一个就是光线 光线过度的情况下 出现的这个瑕疵啊 这个这个倒不是啊 这个就是本身 呃 相机本身 对红色的这种识别啊 再加上这个 它不够细腻啊 导致的一个结果 并且我跟你说 说实话 就是这个花啊 你真正的 你真正的在这看的时候 呃 其实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只是说呃 它的那个层次感 没有刷出来啊 这个照片呀 那个回头你都发到群里了 呃 我们可以这样来 我们可以做 做几个处理 一个呢 就是说呃 我们拿着你的原片 我们来套我们的滤镜 什么去试一试啊 看看能不能 让它变得不一样 变得不一样啊 这是一个啊 第二个就是 你看第二张 第二张你的玫瑰花 那个 你这玫瑰花的明显的感觉 就是应该有色彩加强的感觉 尤其是那个红色的那个边缘 感觉 就跟这个是染了红墨粉似的啊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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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咽的一塌糊涂啊 就这个按我们那个说 就叫色彩溢出了啊 这个得在后期去后期里面去救一救啊 这个这个需要用波拉修图啊 我们到时候去去把它调一下啊 就是手机它看到的这个图实际上 就是在手机的相机软件里头 它已经做了处理 这个处理就会 有的可能就会做做过 对对对对 所以你你像这种 比方出现这种问题的 你就把那手机里头的那个 什么 有的叫什么自动增强了 有的叫什么场景识别 自动识别了什么玩意儿 你把玩意儿关了 关了之后你再重新拍一遍 你看看是不是一样 嗯 肯定不一样 嗯 并且呢 就是说我们建议啊 就是每次发图什么的 就是啊 尤其是网群里面发 需要我们呃 帮看一下啊 或者说帮简单修一修的这种 你一定要发原图 一定要把原图住上 因为那个不是原图的话 它经过压缩 我们再去调再去看的话 它那个图就 本身就已经经过一次失真了 就经过一次那个 把它给破坏了啊 那再修也 可能就就就就 也救不回来了 细节上就会丢失很多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 就是有同学问 食物的拍摄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食物的拍摄 呃 食物的拍摄 我们或者应该叫美食摄影啊 它是专门有一个门类的 有个门类的 呃 美食其实 大家就想吧 拍美食 中国人讲究什么呀 做饭什么 色香味俱佳 色香味俱佳 同样在这张照片上 你吃不着味啊 呃 但是也闻不着 吃不着闻不着 但是色你是能看着啊 所以就是说通过呃 布光 通过材质的搭配 让食物 对人产生 就什么 就让人产生想吃的欲望啊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成功的一个美食作品 那成功的美食作品 我觉得无外乎要注意几项东西啊 第一布光非常关键 就是光线非常关键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呃 那么一个物体 它的颜色 其实是由于光照的反射所产生的 所以 尤其是美食类的东西 一定要有非常精心的布光 不是说我 呃 就家里开个灯 这玩意就就摆在这就拍吧 那不行 那个你要真是要玩的话 那一定是要有不一样的东西的 啊 比方说我需要有一个柔光箱吧 啊 我需要有几盏那个几盏灯吧 啊 那么 那么这些东西呢 呃 甚至是比方说我 我还需要有一些这个这个这个 多多台东西啊 甚至还有一些道具啊 这道具包括什么呢 比方说 我这个案板 有那个漂亮木纹的案板 我漂亮的盘子啊 跟这个食物搭配的盘子啊 呃 那为了表现食物的不同的材质 你看你想拍一个汉堡 那汉堡里面可能有芝士 有蔬菜 有西红柿等等 那不同的颜色 那我怎么来拍 我是侧着拍 还是把它切开拍 还是怎么拍 还是一半怎么拍 就造型能力你也得需要有 明白吗 啊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们大家可以经常去看看广告 啊 比如麦当劳的广告 你看 那那一定是看了就让人 刚吃饱看着人都想吃啊 那就厉害了啊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就达到那个功效了啊 一个是多看 另外呢 就是真的 我们在做这种美食拍摄的时候 要注意光线 要注意食品的搭配 要注意道具的搭配啊 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呢 还是 这个 后期 后期 这个真是这样 比方说我们专门那个 我们在破拉上专门讲过好几堂课啊 我们的色彩师也曾经讲过 我印象比较深 同样是一碗面 就简单一碗面吧 一碗牛肉面 一碗牛肉面 牛肉面里面拍一张 它里面要注意的细节就非常多 比方说 牛肉面里的葱花跟菜叶 它呢 要显示出这个油郁的颜色 同时呢 你那个汤汁要显得清澈 上面还飘着油画 要显得清澈 汤清 牛肉块呢 要把它的肉色出来 要让人感觉到这个肉很香 所以 针对不同的材质 以及不同的色彩表现 你都需要单独的进行调整 所以这些概念 你首先脑子里得有啊 对不对 不是说咱把这东西拍清楚就行了 你的脑子里要想把美食拍好 你首先就要建立这种立体的东西 然后再去多看 然后再去多调 好吧 如果说大家未来喜欢类似的其他的专题的话 呃 我们慢慢也可以来组织 可以来组织 好吧 嗯 对 行 我今天讲了两个小小时 谢谢 他已经很很累了 也谢谢我们 这个活动 谢谢所有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个 校友们 清华的校友 我们即将推出清华呃 这个南安省校友会的 呃 展定名啊 叫花儿朵朵摄影赛 或者叫摄影会 就是要拍我们的 花儿 家里的花儿 花园的花儿 和以及我们的植物啊 菜啊 等等等等 呃 讲到的这些技能 都运营到我们这个摄影比赛中 中来 好吧 今天就这样已经挺晚了 谢谢 谢谢Tiger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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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